這風格根本就是鬼店啊 那這個大象孤兒院呢 它其實是全世界第一間 喔 靠超便宜耶 一顆兩塊台幣 好 各位早安 我們現在要來講個非常 特別的故事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康提住的飯店 等一下來拍外觀給大家看 反正這裡就是一個非常有歷史的地方 1844年就建成了 然後一個英國殖民風格的 Queen's Hotel 那它其實位置非常非常棒 它就在那個佛亞斯的旁邊 走過去不用兩分鐘 基本上就是過個街就到了 但為什麼我說這個 故事很精彩呢 就是因為昨天啊 我們入住的時候大概是7點多 好 我們來到了第一間房間呢 它其實裝潢就是非常的old school 你看這個就像娜妮雅 傳說的那個有沒有 衣櫥 打開會有一些 奇怪的東西跑出來這樣子 那它其實風格很像那個 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叫鬼店 The Shining 就是這樣的風格 其實它就是老老的 你走到那個走廊上 我們還會嘎吱嘎吱的這樣子 這間建於1844年的皇后酒店 Queen's Hotel 前身是總督官邸 超過170年的歷史非常有看頭 是整座城市唯一一座保存良好的 英國殖民風格建築物 再加上錦鄰佛亞寺和康提湖畔 一個晚上也才2000塊台幣又找 絕對是你最佳選擇 不過有趣的是 我真的很怕走廊鏡頭 出現兩個小女孩站在那邊 這風格根本就是鬼店啊 好 所以就是昨天換了第一間房間 很第一間房間的時候 我們到那邊 它竟然是沒有電的 它很多插頭都沒有通 都沒有過電 然後第二間呢 是沒有網路的 我們就這樣折騰了快一個半小時 然後最後才是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 第三間 也是沒有網路 但是我們不想再換了 黃毅依依對不對 再換上去真的是會太麻煩了 我們光昨天折騰了非常非常久 所以我們現在從7點多入住 然後到8點半 我們要出去示範的時候 欸康提很酷喔 他是整個斯里蘭卡第二大城 結果呢 8點半的時候 然後晚上喔 沒有一間店有開 只有Pizza Hut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一間甜點店 當地的甜點店 我覺得這個是太特別了 所以我們今天 現在已經8點20了 我剛才6點半就起來用影片 然後剪片啊 上字幕 那現在我們就要出去走走 那今天呢 行程也是 滿滿滿 那除了佛亞斯之外呢 還有 離這邊一個小時左右的車程呢 有一間全世界第一間的大象孤兒院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大象孤兒院 它裡面的一些遊玩的設施啊 跟感覺是怎麼樣 黃毅我們出門吧 出發 今天天氣一樣非常非常的好 先吃個早餐 好 我們來搭這個百年電梯給大家看 這個電梯讓我想到什麼 你知道嗎 這電梯讓我想到鐵達尼號裡面的電梯 OK 我們等黃毅來一下好了 那這個電梯很特別 就是你一定要拉開 關好 來 黃毅幫我拉 黃毅在歐洲是不是都搭這種電梯 歐洲如果你租房子很多都是這種電梯 而且你一定要門關好它才會 才會讓你下去 然後它下去都會非常突然 你看 它會突然 每次都會被嚇到 而且我會是要這樣動 對 OK 黃毅掉下來之類的 說 把它關好 好 出發 好 佛牙寺在哪邊呢 佛牙寺在對面 是不是超級近的 好 那我們先要找地方換錢 然後吃個早餐 再包一台tutuk去那個大象雇人院 我們來看一下是羊塔的早餐 這個份量 而且為什麼蛋還有糖 對 不說到 這樣才40塊 40塊 哪裡 可以了 今天先讓我們離開市區 前往Pinavala大象孤兒院 主要治療被陷阱所傷 內戰 或是脫離群體和無家可歸的大象們 我們怎麼領先去看他們啊 因為他們已經處罰了 對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講一下 大了一個半小時就算到了 那這個大象孤兒院呢 它其實是全世界第一間 在1970年代的時候就已經在這裡創立了 那每天早上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活動 像現在呢 我們要趕去那個河邊 河 河邊 我們要趕去河邊 為什麼呢 因為早上10點到12點是大象洗澡 OK 那我們現在已經有點Delay了 所以大象呢 他們就會從這邊出發 慢慢的走到河 從這個園區走到河那邊呢 只要大概10來分鐘而已吧 然後一路洗到12點 好 那這個票齁 15塊美金 還有你可以自費參加 像是如果你要想要跟大象一起走走 晃晃的話是1000塊露幣 100塊台幣 這個很便宜 再來呢 你可以幫大象洗澡 這個 這個只要750塊露幣 等於說75塊台幣左右而已 所以 我們這兩個行程都沒有 我們就好好的 觀賞這些大象 他們在這個孤兒園裡面 因為其實在大象孤兒園裡面的大象 都是可能生病的 或者是孤兒 OK 就是在野外 然後他們沒辦法可能自給自足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來看一下 他們在這邊的生活是怎麼樣子 好 我們今天快到了 沿車的兩旁 都是紀念品的小路走到盡頭 就來到了河畔 大象們已經玩得不亦樂乎啦 這裡很酷耶 我以為大象孤兒園可能就 不到十字的大象 沒有 我剛剛算了一下 你這樣看過去 至少有十五到二十支左右 那這邊的話 我就必須要換一家長鏡頭了 這樣鏡頭不夠長對不對 沒關係 我有 黃毅 對 我有帶一顆就是 Onlypasser的 四十到一百五的 然後 重點是大光圈 F208 Pro 我們就用那顆 來好好的看一下 這個大象 他洗澡的一些音質 大象洗澡的時間每天只有兩場 早上10點到12點 或是下午的2點到4點 如果下雨的話就會取消 所以大家要抓緊時間啦 所以雷震 那看完這個他們洗澡呢 來到這個商店街 它這邊最特別的就是 我剛剛後面給大家看這個大香糞紙 那我剛剛就是跟一個 一般遊客一樣 拿起來先聞 它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那它其實就五個步驟 先煮 大香要先吃嘛 然後蒐集糞便 然後煮廢消毒 然後再直接造紙 最後這隻拿來販售 對 我們等一下來問一下 這邊的價格大概是多少錢吧 好像變成說每個遊客來到這個 大香過的院一定要買的東西 它可以做的明信片 然後便條紙 然後各式各樣你想得到的 都有 OK 紙類的產品 一頭成年大象一天可以吃下 100公斤的食物 並排泄16次 高達50公斤以上的糞便 如何妥善於用這些糞便 就顯得格外的重要 再經過清洗 紅乾 染色 打漿 壓紙 1公斤的大象糞便 就可以產出60張 A4大小的橡份紙喔 所以現在不只斯里蘭卡 泰國 印度也都買得到像這樣的橡份紙 1個半小時的洗澡放風時間 大象們要回家啦 用一塊 2個半小時 2個半小時 3個半小時 升不到了 屁股 3個半小時 2個半小時 3個半小時 3個半小時 1個半小時 1個半小時 那因為你在官網上面 意為啦就是他會寫說可以那個餵水果 但是好像現在沒有了 對 然後剛剛那個票上面 他是有寫另外一個形成就是Milk feeling 就是餵奶 餵牛奶也沒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在這邊看大象而已 就非常的非常的簡單 對 你看他們在那邊悠閒的走來走去 但是你現在看到這個園區這邊的 我給我們觀賞基本上都是木象 那弓象還有那個Tusk就是那個象牙 OK 它會讓它躲在裡面 因為它那個象牙我們剛剛看超帥 它是直接交叉你知道嗎 好 那我們早上的行程差不多到這邊結束 現在我們再搭一個半小時的Tutuk 回到市區吃個飯 然後就來去佛雅寺 整個斯里蘭卡最重要的景點 好熱喔 好的 那我們現在回到了這個康提市區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呢 當然就是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要來剪頭髮了 我受不了我這個頭髮了 原本想說要去那個佛雅寺 但後來因為我們明天早上 11點的火車要離開康提 再來搭那個山中火車 每個人來到斯里蘭卡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們就把我們的行程改變一下 我們現在比較chill一點 我們就先來剪頭髮 好 就前面那一間 大概在那個購物中心裡面 一千塊Ruby就是一百塊台幣而已 好 他那個評價有4.9顆星 這不厲害 你要不要也剪一下 我說太短了 我來剪 對 我現在剪個寸頭感覺也不錯 幹嘛我受不了我這個頭髮那麼多了 好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康提市區 非常的繁忙啊 欸 紅毛丹耶 出跑電 哇 好大顆喔 超大顆紅毛丹耶 超大顆超大顆 超大顆耶 真的好不好吃啊 How much? 5500 蛤? 5500 他說蠻在聽 Sorry again 5500 5400 1顆2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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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ry Which one is better? Yeah The red one is better Or the Which one? 靠超便宜耶 1顆2塊台幣 來 先吃 先吃 直接撥起來 喔ww 好吃嗎? 好吃嗎? 超焦 超好吃的 1顆 3個耶 4個1 恩 好甜喔 好好吃耶 它是一個非常大的荔枝的味道 這應該是我們在這邊少數吃到水果 好好喝喔 它這個價格便宜到有點誇張耶 你看這麼大一顆兩塊台幣 時間也差不多 那就來試試看斯里蘭卡的理髮廳吧 一段時間後 好啦 今天過了半個小時 剪頭髮剪的有夠久 大家準備好要看我的新髮型嗎 我跟你說大概是 我大概是當兵以後呢 就沒有剪夠這麼短了 跟蛋頭一樣耶 它真的是撸草平度超級超級久 我不懂它為什麼那三支那個電推 它連續換了十幾次 我都已經睡著又起來 然後起來又睡著 連續兩次了 對不對 好啦 我覺得 黃映你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吧 好不錯啊 看起來涼爽多了 超級涼爽 對 我們現在更像兄弟了 還不錯喔 這樣的話是兩千塊 對 就是兩百塊台幣 我覺得OK啦 來這邊體驗一下 其實越看越好看耶 對啦 像我的 五官 五官更立體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往那個 火車站的方向 因為明天要從County呢 開始搭那個山中火車 所以我們要先去購票 要不然明天有禮拜五會很多人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最熱鬧的 最 最繁忙的那個圓環了 所以你可以聽到那個聲音 喇叭聲 絡繹不絕 那我們的 等一下想一下 那個火車在哪邊 來 黃毅你剛剛發現了一個什麼事實 這邊有一等艙 二等艙跟三等艙 沒錯 一等艙 講出價格 讓大家嚇一跳 搭六個小時 對 一等艙 120塊台幣 然後三等艙 二等艙呢 60塊 然後三等艙 30塊 等於一個小時最低最低 你只要花5塊台幣 你就可以搭這個火車了 然後我剛剛問他說 我們要搭明天的 他說 沒關係 明天早上再來買就可以了 所以不用提早買 原來是這個樣子 我們怕沒位置 對 我們只是怕 單純怕沒位置而已 那我們也要搭五六個小時 OK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繼續在康體城中 隨便晃晃 然後 chill 因為現在是happy hour時間 你知道要幹嘛嗎 好 說 Let's go 欸 happy hour 欸你買了什麼東西啊 我買了一個茶葉 紀念品 這樣多少錢 六大產區都有 這樣子大概一百多台幣 它有 它有四個南卡最大的六個產區在這邊 然後得六種不同的 包括康體 包括 可以耶 對 這個 這幾個都有 這買一句送人超棒 對啊 想說試試看 好吃嗎 還好 是不是還好 好像味道不夠重 對 我覺得 沒有 我覺得我們等下倒出來 回到家倒出來才知道好不好吃 那真的很便宜啊 一百公克的花生也才18塊台幣 所以 西檔卡物教太棒了